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呢,是在北顾山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国时期 东吴的大将,泰尔茨的墓 这个呢,它也是一座2000多年的汉墓 泰尔茨呢,是三国的一员猛将 而且长得是一如伟岸 它这里呢,有一块石碑 而且在上面呢,还有泰尔茨的悲客画像 这里泰尔茨的形象呢,是深穿开甲 背插双脊,手拿宝剑 而且这里呢,还有弓箭 因为据这个资料记载呢 这泰尔茨非常的散射 是一个神射手 在它上面呢,还写到东来泰尔茨 因为这东来呢,就是现在的山东黄县 它这个整体呢,是一个龟驼碑 下面呢,是碧锡 它这些龟驼碑呢,输到非常好 下面呢,就是碧锡,是龙龟 泰尔茨去世之后呢 这孙圈就把他葬在了这北顾山下 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在这石碑之后呢,上进台阶 就是这泰尔茨的墓 在最开始呢,在泰尔茨 它并不是东吴的战将 而是属于当时的刘瑶 不仅是如此呢,他还和当时的东吴的孙策 还是一个死对头 当时呢,他们是两军交战于取恶 这小霸王孙策呢,他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人 他在年龄青青呢,就掌握了江东的基业 而且呢,是非常的骁勇善战 稍有敌手 在两军交战呢,这泰尔茨 他是刘瑶这里的员大将 他带领几名士族,亲自去侦探敌情 而这时小霸王孙策 身边呢,全都是寒搭荒暗 这都猛将,而泰尔茨呢 毫不畏惧,上前相斗 这一斗呢,是打得难非难解 两个人呢,都非常勇武 就在这时呢,泰尔茨拿住了孙策的头盔 而孙策也拿出了泰尔茨的手起 可以说呢,两个人也就是占你的平手 在回去之后呢,这孙策也是个爱财之人 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想把泰尔茨收入账中 在后来呢,这两军交战 这孙策呢,也是连下几成 终于呢,把泰尔茨抓住账前 泰尔茨呢,被五花大宝带到账前 也是呢,不屈不挠 这孙策呢,上前亲自为其松莽 也是好人劝说 希望呢,可以感化泰尔茨 这泰尔茨和孙策呢,都是大豪杰 两人呢,也是英雄惺惺相惜 这泰尔茨归附孙策呢,也是德裕民主 但是呢,泰尔茨说 我归乡可以,但是呢,我现在要回去 要收服不重 然后呢,约定时日 到那个时候呢,我再来见你 这时候呢,所有的部将都劝孙策 不行,哪有把人求助 再放回去道理,一旦放回去 这泰尔茨肯定不会回来 但是孙策呢,立排众议 说,我相信泰尔茨 放 泰尔茨这时候呢,就回去了 然后呢,到了约定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在这里来等泰尔茨的到来 可是泰尔茨呢,是久久没有来的 这时候生命大将都说 这泰尔茨他肯定不会来 我们被骗了 这次孙策依然是非常镇定的说 我姓泰尔茨 果然不久,这泰尔茨带领大队尔茨来恢复孙策 这从此呢,这孙策是得于良将 泰尔茨呢,也是得于民主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这泰尔茨 他又成了东吴的战将 这泰尔茨他归入孙策之后呢,也是立了很多功劳 他帮助他扫荡江东 他后来在这个赤皮之战中,也是如有登场 因为这个泰尔茨呢,他能治刘茨 所以呢,就将这个南方的管理事务就交给了泰尔茨 这个刘茨呢,他是刘表的虫子 十分的骁勇 他屡次呢,是进一半动无的境界 自从泰尔茨来之后呢,这里从来就没有乱过 这泰尔茨他设数非常了得 他跟随这个孙策作战 他有很多次都用这个设数帮了很大的忙 在建燃市一年的这泰尔茨去世 他是享年事之一 他在临住的时候呢,还大声呼喊 大丈夫生于世,当代三次长见,以生天子之间 有的资料记载呢,是三次见 有的资料记载呢,是七次见 非常的有气魄 这座古墓呢,他是在清朝的同志年间才重现 在后来呢,也是屡次修缮 到现在呢,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规模 这泰尔茨呢,他还是一名义士 他称的是北海报恩 他是不被惊险 是突围去解救当时大名鼎鼎的恐龙 在那非乱的三国争霸时期呢 这泰尔茨,他失明义士 也是一方豪杰 这泰尔茨的墓呢,就是在这北顾山下 在这景区的出口 很多人关闻景区中呢,就是冲冲一扁就离去了 但是呢,这个地方也十分值得去好好去看一看 好好地去缅回呀,这位名将 那我们这个泰尔茨的墓就先看到这里 我们下个地方见